大家好 今天国际上发生了一件大事情 就是从今晚开始 乌克兰东部的四个州呢 正式并入了俄罗斯 它就称为俄罗斯的新的领土 那么这个文件呢 我现在做节目的时候呢 应该已经签署了 那么俄罗斯那边呢 也在举行庆祝 那么这是一个事情 然后我们再看联合国呢 针对这个消息呢 是提出了谴责 但是对这个决议表决的时候呢 中国呢是投了弃权票 这票投的呢 我认为也是挺丢人的 因为中国的外交部啊 已经对外宣布了 就是中国呢 尊重他国的主权领土完整 他这句话呢 讲得很含糊 他也没有明确表态支持俄罗斯 也没有明确表态支持乌克兰 他还是强调 中方一贯秉持中立的立场 这个是他外交部发言人讲的话 听起来呢 还能说得过去吧 但是他在联合国的这次 投票表决的时候呢 他可是投了弃权票 这样的话 他可以说跟这些民主国家 完全站到了对立面 然后还有比较重要的事情呢 就是乌克兰总统 泽连斯基啊 今天也正式递交了 申请加入北约的 这个申请书 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情况 然后就是美国总统拜登呀 也对这个事情呢 发出了强烈的指责 欧盟这边呢 也是发出了强烈的指责 可以说俄罗斯做的这个事情 是引起了众怒 那么在这件事情发生的同时呢 国际上面还发生了一件事情 就是这个俄罗斯向欧洲的 这个苏气管道啊 北溪一号跟二号呀 都被人给炸了 现在到底是谁把这个管道炸了呢 在国际上呢 也是引起了很多的猜想 当然我想这个事情 无论是哪一个国家做的 他都会受到全世界的谴责的 因为这个啊 也是一个突破底线的事情 那么在吞并乌东的过程中呢 这个普京呢 也是把他最狠的话给放出来了 他说呀 一旦乌克兰东部这四个地区呀 经过攻投 他们并入这个俄罗斯以后呀 乌克兰如果再向这几个地方进攻呢 就是对俄罗斯发动侵略战战 俄罗斯呢 不排除使用核武器 他这个话讲的非常坚决 那么目前呢 在全世界啊 可以说这个事情是最大的一个事情 因为他牵扯到的国家太多了 那么今天这期节目呢 我们就简要的来评论一下这个事情啊 这个事情可能会影响到 这个全世界的走向 首先前几天呢 我做了一个有关乌东地区的这个节目啊 我在那里头呢 我是调侃的 就说如果普京他没有封 他应该借着这个事情呀 从乌东四个地区撤边 然后说这个攻投呢 没有通过 这四个地区呢 还是属于乌克兰的 那么他就是借颇下驴吧 就结束这个战战 我当时说呀 如果普京是一个正常的人啊 他应该做这样的选择 当然我们都知道 普京能发动对乌的战争 他实际已经疯了 他现在的大脑啊 已经没有办法正常的思维了 所以走到今天这一步呢 也是必然的 他现在呢 已经想当然了 就说我把这个乌东这四个地区啊 通过攻投 避入俄罗斯 然后这个战争的形态就变了 就从侵略战争呢 变成了一个卫国战争 那你想你这是骗谁呢 你只能骗你自己嘛 对不对 可能连中国的额粉都骗不住了 所以普京走到这一步啊 他实际已经彻底疯狂了 所以我现在长期观察俄罗斯这个军事力量啊 那么他在这种常规战争中 我认为他几乎没有取胜的可能性 那么他手上仅有的两张王牌呢 我认为呢 一个就是核弹 一个就是北溪苏气管道 那么这个苏气管道呢 他虽然不是武器但是他也影响着欧洲的命脉 特别是马上进入冬季的 这个欧洲的取暖呢 还是要依靠这个俄罗斯的这个天然气的 那么他控制着这两个输气管道呢 那么他就能随时把这个气关一关 让你欧洲的老百姓呢 这个冬天受受冻 然后给国家施点压 这样的话跟欧洲呢 可以进行一个谈判嘛 他等于说也是一个砝码一样 所以来说这个输气管道是比较重要的 那么现在他这个输气管道被炸了 那么他的这个武器就失效了 他就不能以这个供气啊 来要挟欧洲了 大家想是不是这么一回事 那么同样呀 这个管道现在坏了一会呢 逼着欧洲呢 到其他的地方去买气 那么从现在来说 他最有可能就去买美国的气嘛 我看到一些统计啊 现在欧洲几个主要国家呢 这个过冬的气啊 大概都储到了80% 应该说这个冬天呀 也不会动着欧洲 但是呢 这个输气管道被毁了以后 这彻底把欧洲跟俄罗斯呢 给隔开了 就是他俩不能相互制约了 也可以说普京的一张王牌呀 给作废了 所以这个对普京呢 也是有很大的打击的 然后普京的第二个王牌呢 就是所谓的核弹 但是这个核弹 欧洲惧不惧怕呢 这个还真不好说 我一直在节目里头都说呀 这个核弹从1945年造出来以后啊 实际大家都知道这个核弹是咋回事 也知道核弹的威力呢 非常厉害 所以我相信呢 各国呀 都在研究咋样制约核弹的办法 那么我现在想啊 一个七八十年前研究出来的东西 那么到现在 人们应该科技公关呀 应该是可以把它攻破的 因为核弹它也有很致命的弱点 就是你要通过远程发射 现在就那么两种发射嘛 一个是导弹发射嘛 一个就是用飞机投放嘛 那么现在来看 你飞机投放是不可能了 现在各种防空武器 都能把飞机防住 但是你导弹发射 是不是别人就没有办法呢 这个地方呀 是要打问号的 我这两天啊 在我频道的社区里头啊 发了一篇稿子 就是有关核弹的 那么这篇网传的稿子呢 据说是美国一个专家呀 他研究了核弹40年 他说呢 核弹呢 就没有他吹的能力那么大 因为这个核弹啊 只有这几个霸权国家拥有 所以呢 他们把核弹呢 就说得非常恐怖 比方说经常有人说呀 几十个核弹爆炸呢 绝对把这个地球就毁灭了 实际根据他的统计 光美国就试验过一千多次 俄罗斯都试验过两千多次 按道理来说 这个地球早都该爆炸了 但是现在地球依然健在 还有呢 他说这个核弹的核辐射能力 那么这个到底有多厉害呢 这个也是有待商界的 他就取了乌克兰 那个切尔诺贝利那个啊 实际也只过去了几十年 但是在这个切尔诺贝利附近呀 这个危害程度呀 跟最初的预测呢 这个差距也是比较大的 等等吧 他说了很多东西 包括核弹的爆炸方式 他是靠什么来摧毁这些东西的 他都有详细的介绍 当然这篇文章讲的呢 未必是真的 但是我觉得呢 大家值得去看一看 就是他讲了一些不同的理论 就是按他说的啊 像美国跟欧洲这些国家呀 实际并不害怕俄罗斯的核弹 因为他们知道 这个核弹到底是怎么回事 包括普京呢 他也知道这个核弹到底是怎么回事 所以这个东西呢 就相当于中国那个太极拳一样 大家都在吹 都在说自己是个武林高手 但是呢 千万不要上擂台比赛 谁上擂台比赛 谁先露线 所以这个事情啊 可能是大家呀 心照不宣的 就是普京也不会去放这个东西的 他一旦放了 就等于说他完蛋了 不但把别人毁不了 而且把他的底盘呢 也废了 大家现在都知道 他就两张底盘嘛 一个是北溪管道 一个就是核弹嘛 北溪管道现在已经废了 那么核弹再一废呢 那他就彻底完蛋了嘛 那么从现在的发展情况来看呢 普京可能会面临着一个 比这个慈禧太后呀 还要严峻的这个局势 因为当时这个慈禧太后呀 也只是八国联军嘛 但是这个事态如果再发展下去 我觉得普京面对的呀 可能会是三十国联军 甚至四十国联军 都有可能性 那么我们来看啊 他对乌克兰领土的这种通病方法啊 实际已经引起了他周边国家的恐慌 在他宣布在乌东地区要进行攻投的时候 第一个反对他的国家呢 竟然是哈萨克斯坦 这个国家实际以前是他的小兄弟 为什么带头反对呢 因为在哈萨克斯坦国际内呀 还有将近百分之二十的俄罗斯族呢 假如说乌东地区俄罗斯这样操作成功了 那么将来是不是也能把这个办法 用在这个哈萨克斯坦呢 那么其他的中亚国家呢 都面临着这样的情况 实际你看啊 普京这一路呢 中亚的这些国家都不支持他的这个攻投行动 所以你就把他这个做法啊 放到全世界 也应该没有国家支持他 假如说一个国家的领土啊 能这样被操控 那这个世界呢 将会进入一个丛林法治 随拳头业 随敢耍流亡 我就能占领别人国家的领土 而且美其明月 那个地方攻投了 他愿意加入到我们国家 那么这样的话 所有的侵略呢 只要打着攻投的旗号 都成了合法的 那你想想 这个世界将会是怎么样 所以啊 普京的这个行动啊 如果这一次 美国跟北约呀 再没有行动 那么他们在国际上啊 将会微信扫地 包括联合国 也会没有国家去重视他的 就是所有的这些国际间的组织呀 都将会被打算 可能又会形成一个多级的世界 各个国家呢 开始争霸 所以从这点来看呢 美国跟北约呢 必须有所动静 因为这个事情啊 2014年的时候呢 普京在克里米亚呢 已经做过这样一次了 他们上次 就是对俄罗斯呢 采取了这种随机的政策 所以才造成了 今天俄罗斯侵略乌克兰嘛 那么这样来看 如果美国跟北约没有所动作 那么他们号称的这种军事同盟 还有什么意义呢 哪一个国家会听他们的呢 我加入你 你都不能保护我 你们曾经做过的承诺 也都能不算数 那么要你们这些国际间组织 有什么用呢 抱你美国的大腿 有啥意义呢 那就是大家放开了 想怎么干就怎么干嘛 那这个世界将会怎么样 所以我想呀 普京这次的攻投呢 按照他的想象 他是完成了这一步 但是我想呀 这个世界呀 可能又开启了新的一步 也许真会出现呢 多国去进攻俄罗斯的情况 或者就是再次一步吧 就是这些国家不组成联军 但是他们会加大对乌克兰的支援 或者是私底下呢 派这个志愿军呢 到这个乌克兰去 帮助乌克兰作战 目的只有一个一定要大垮俄罗斯 要不然的话 他们怎么在国际上面混呢 好吧 这期节目呢 我们就聊到这吧 感谢大家观看 谢谢